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致刀身通体碧绿 荧光闪闪 模样很甚人 更恶心的是 因为毒素含量太高 这把刀腥臭难闻 隔着老远都能把人熏吐 临提交锋时莫说被刀砍中 光闻气吻就能中毒 使刀的人如果不提前在手上涂抹解药 也会被毒刀反噬 如此个人人的一把恶刀 照理说明昊应该很凶 比如诸仙灭佛鬼剑仇之类 可他偏偏叫什么绿波香鹿 风雅的不能再风雅 想必是巫岛主在实战中积累了不少宝刀芬芳四溢 熏导敌的快感 十分陶醉于这种无差别攻击的恶趣味 故而在给兵器取名时 嗅了一把黑色油墨 可惜的是 如此造型奇特 特点鲜明极富设计感的绿波香鹿刀 实战战绩却只能说一般 此刀在原书中最显著的登场记录 是在万仙大会中对战慕荣妇 36栋72岛岛主在万仙谷开会 慕荣妇一干人等不请自来 双方因为误会大打出手 乌老大掏出绿波香鹿刀本想恶心向慕荣公子 谁知对方技高一筹 几招下来就空手夺刃 还玩了一把一笔之刀 环石比身 用乌岛主的刀力战群雄 估计是涉于此刀的刺鼻气味 双方都产生了厌战情绪 拉扯纠缠一番后很快就握手言和 虽然绿波香鹿刀手战不上 但客观上对反灵鹿宫同盟的建立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算是表现惊艳 慕荣妇的斗转星仪虽然没练脑架 但转移个把兵刃还是相当娴熟的 乌岛主本次战绩不理想 只能说明双方实力上有差距 与兵器无关 在《天龙书》中乌老大并不是反叛 被虚拒收服后 还在结局为营救肖锋出生入死 虽然他的兵器霸道龌龊不讨喜 但人格却称得上光明磊落 恩远分明 而且绿波香鹿刀的特殊风格 十分贴合画外之人的草莽气质 尤其是刀上那一抹亮瞎眼的绿光 和乌岛主本人的姓氏交相辉映 令人浮想联拼 为这个武林豪杰的人物形象 平偏了一丝气概 性能指数 四星 实战威力 三星 综合平定 三星办 紫金八卦刀 使用者 书简安愁禄 王伟阳 特点 刀工同名 人气同志 成败因立断 巧琢绝融入 在书简安愁禄中有一句话 叫宁碰阎王 莫碰老王 这个老王只就是王伟阳 不难想见 此人武艺高强 在江湖上为民显赫 王伟阳本是镇远标局的创始人 以一把紫金八卦刀 一对八卦掌打遍将被绿顶无敌手 号称威震和硕 据原书记载 紫金八卦刀由深色金柱锻造而成 后背博刃 刀身沉重 比一般的八卦刀都要锋利 王伟阳在书中被定位为一流高手 三十余年的左标生涯垂练了武功修为 积累了实战经验 六十多岁依然宝刀不老 然而此人性格刚烈极躁 勇猛有余 技巧不足 在他奉朝廷之命 胡聪玉平前往杭州时 红花会智能徐天红 设下变装赐虎之计 引诱他和反派头子张兆仲比武 以求一十二鸟 与翁得利 王伟阳原本和张兆仲没什么过节 只因红花会卧底从中挑拨 稀里糊涂就相约在狮子风上比武 张兆仲出身名门大派 后称胡蜀判官 作为书剑全书反派的武力担当 和王伟阳本在博仲之间 他手中的宁碧剑 更是冠绝一时的神兵戾气 但因为之前被陈家路打伤 体力上占了点劣势 在王庄二人交手过程中 王老爷子先是用游身八卦掌 和张兆仲的无极玄弓全队打 凭借风骚走卫晃对方 略胜一招 接着两人再比兵器 紫金八卦刀登场 和宁碧剑正面交锋 从原文描述来看 在这场比试中 虽然王伟阳凭借刀中夹背的绝技 力压张兆仲一头 直到对方装死偷袭 才被暗算遭逆转 差点被活埋 但从双方兵器的比拼而言 紫金八卦刀面对臂宁剑 显然占了下风 先是被削去刀头 而后为引诱对方中标 又被拦腰截断 性能上完全被碾压 可见此刀威猛有余 灵活不足 和他主人的脾气风格正是一路 值得一提的是 在飞狐外战中 王伟阳的徒弟商剑明 也曾用紫金八卦刀作为兵器 虽然和他师父用的未必是同一把 但应该是同一款 商剑明因为和苗人凤勇仇 被狐一刀趁烟奔袭上门杀死 人头还被送到千里之外 成为胡苗二侠惺惺乡西 肝胆相照的见证 下场相当悲催 连续两次在硬仗中吃亏 客观上也拉低了紫金八卦刀的评分 效能指数 四星 十针威力 三星 综合平定 三星半 血刀 使用者 连成绝血刀老祖 特点 奇软如鞭 奇色如血 小人扬刀坦荡道 君子扶手成器器 血刀本是藏遍血刀门掌门人 血刀老祖的独门兵器 此刀质地极软 宛如一条活蛇 携带时不用刀鞘 可以裹缠在身上 由于常年浸泡鲜血 刀锋上全是暗红之色 血光炎翼 极势可不 其锋利之处 不亚于世上任何神兵利器 血刀属于免刀的一种 其特点是软 薄 轻 虽然刚度欠佳 不利久战 但其刀锋扫掠范围大 角度刁钻 令人防不胜防 因此最适合 阴狠毒辣的武功招数 而血刀老祖心狠手辣 狡诈银鞋 在气质上和血刀相当贴合 堪称绝配 关于血刀老祖其人 可能是连成绝中 形象最生动 特点最鲜明的一个反派 他坏时作戒 照理本应该天诛地灭 拜正义之士群起而攻之 偏偏此人武功卓绝 诡计多端 令无数仇家咬牙切齿 闻风丧胆而又无可奈何 与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不同的是 血刀老祖人格和底线最低 智商和权生去极高 善于洞察战场形势 利用人性弱点 对所谓的江湖道义嗤之以鼻 气如碧律 正因为他以恶为荣 坏得彻底 坏得顶天立地 对比武林正派中的伪君子们 反而让观众恨不起来 在血骨一意 面对落花流水组合 穷欧自己的不利态势 血刀老祖凭借强患实力 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转 他与刘成峰正面立拼 对花铁干的被刺偷袭 听声变味 第一时间跳崖逃生 花铁干收拾不及 反而将刘成峰一枪扎死 而老祖自己却依靠 高盛武功和血刀的优良性能 死力逃生 化险为一 血刀不但锋利绝伦 而且韧性极佳 在人体高空坠落的强大势能下 展现了弹簧般的坚挺 堪称绝世妖刀 而这次巧妙反击 导致花铁干误杀队友 心态失衡 后来老祖先后用计 解决了露天书和水袋 瓦解了花铁干的心理防线 迫使他投降 又吃自己同伴的尸体 彻底暴露出内心卑鄙的一面 血刀老祖对花铁干株心碾压 既是血刀对鹰爪铁枪的完美压制 也是人性中争恶对伟善的全面胜利 十分耐人悬味 如果不是碍于刀主人的反派身份 也许血刀的排名还可以更高 性能指数五星 实战威力四星 综合平定四星半 冷月宝刀 使用者飞狐外传 无非 特点冷月藏山墓 寒光照此一 爱恨交织两相望 恩义纠葛一刀绝 冷月宝刀本属南蓝之父南人通 据说是从一名江阳大道神圣搅祸而来 此刀刀锋寒光照人 即使只露出半尺 也能发出耀眼的青芒 刀柄上用金丝银丝 相助一钩梅茅月之行 顾名冷月 苗元凤与近南蓝结缘 就与此刀大有关联 男人通鞋宝刀入京求关 遇到一群武林高手抢夺此刀 被路过的苗元凤所叫 苗元凤因此和南蓝相识 结尾连礼 并在后来纪念好友胡一刀夫妇时 将冷月宝刀陪葬一幕中 在全书结尾 胡飞和袁子一 被田归农带领一众朝廷找牙为母 一路追杀到胡一刀墨 此意田归农手里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 这把宝刀原本是闯王奇异时佩戴的军刀 后来归属天龙门成为镇派之宝 由南北宗轮流至长 田归农本来武功平平 但在生死搏杀中 拥有一柄神兵力气 可以让一个人的武功大幅提升 此时胡飞虽练成胡家刀法 又经牵手如来赵半山等人指点 武功已然大成 但苦于手中没有力气 再加上对风人多势众 因而激怜受伤 形势万分危急 在最后关头 早已便捷衣服田归农的南兰忽然良心发现 偷偷告诉胡飞冷月宝刀的埋藏地点 胡飞依照指示将宝刀取出 立刻扭转局势 按照原书说法 冷月宝刀和闯王军刀不相上下 正堪匹敌 而田归农平时惯于使剑 刀法比胡飞插了几条肩 结果被对方拉着满格的仇恨值抱绝一顿 大败而逃 他手下当时群龙无省 面对小飞的疯狂输出 瞬间溃不成军 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想不通胡飞到底是如何凭空弄来一把如此厉害的宝刀 认为他狡诈多谋 神鬼莫测 于是胡飞飞虎的外号便由此而来 在金庸男主中 胡飞是最为传统的江湖侠客 他在人生信条里并没有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 纯粹是狭义之道中最朴素的隐恶养善 除暴安良 他个性独立又倔强 十分聪悍 面对敌人积谋百出的惊艳老道 对待感情却瞻前顾后的进退维果 幼稚的像个孩子 也许就像歌曲中唱的 难得一身好本领 情观始终闯不过 胡飞是金庸笔下最具古龙风格的男主 冷月宝刀的高冷寒光 似乎正映照出主人自小父母刷亡 穷穷竭力 于寒风冷月刀光剑影中一路薄杀的成长经历 成为雪山飞狐的专属标签 性能指数 四星 实战威力 五星 综合评定 四星半 鸳鸯刀 使用者 鸳鸯刀萧中慧 袁冠南 书记安除露 落冰 特点 夫妻同心 忍者无敌 鸳鸯自古成双成对 带着夫妻 在金庸同名小说中 鸳鸯刀是一对情侣款的宝刀 据原书记载 鸳鸯双刀一长一短 长刃鸳刀短刃鸯刀 精光耀眼 污泥不染 刀中藏住武林的大秘密 得知者无敌于天下 全书开篇 微信标局周微信 护送鸳鸯刀前往京城 女主萧中慧和男主袁冠南 一路尾随周微信 来到客店中 萧中慧本是晋阳大侠 萧半和之女 因为听萧半和说起鸳鸯刀 和自己有其大渊源 便离家出走 加入强保刀队伍 在客店 萧中慧及持了一对暴走夫妻 林玉龙和任飞燕 在二人从周微信手里 抢到鸳鸯刀后半路截胡 正在大功告成之际 全书的反派大豹子 大内高手卓天雄出场 一招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把宝都夺毁 原来卓天雄是周微信师叔 奉朝廷之命 前来接管鸳鸯刀 危急时刻 男主袁冠南挺尸而出 凭借故人的机制 谎称自己是五毒圣姑的侄子 狐甲虎威 骗过了江湖经验不足的卓天雄 将鸳鸯刀夺毁 经过一番颠沛流离 骁 元 灵 人 四人化根割为薄 决定并肩作战 为抵御去而复返的卓天雄 灵人二人 把自己从前辈高僧手中学到的 夫妻刀法 传授给骁元二人 说起夫妻刀法 堪称是一门极具特点的武功 两人共使时威力无比 但若单独一人使此刀法 却是半点也无用处 原来高僧在传授 灵人二人刀法时 故意分成两半 二人所需招式截然不同 本意是要他们夫妻 长相厮守 互为依赖 谁知这两口子日常爱好 就是吵架干账 灵敌对阵各自为战 全无默契 以致这门爵士奇功 一直无法发挥威力 好在萧中会 袁冠男身被男女主光环 心意相通 凭借灵阵谋枪学会的部分 夫妻刀法 分持鸳鸯双刀 打退了卓天雄 后来二人又经历 身世真相的波折 最终有情人终成剑术 在全书结尾惨淡被揭破 原来双刃上分别刻有 忍者无敌四个字 这就是他们无敌于天下的秘密 其实 这样的主题 在任何一部武侠小说中 都不新鲜 鸳鸯刀真正的魅力 在于揭示了夫妻同心 起立断金的道理 在书结恩仇录中 手持鸳鸯双刀的女侠洛宾 和其丈夫奔雷手文太来 也是一对勤色齐和的抗力 为反清事业奉献一声 与其说是忍者无敌 不如说是恩爱无敌 基于原有双刀天下无敌的设定 此刀毫无疑问 应该排在第一 性能指数 五星 实战威力 五星 综合平定 五星 通过以上盘点 我们不难总结出一个规律 那就是无论多么厉害的宝刀 都只是工具 用刀的人才是决定因素 宝刀通缘性 特点随主人 只有人刀合一 才能利从心发 无望而不利 而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 就在于武侠设定中 人物心境对武功的决定性影响 就像独孤求败的进修之路 从紫围软剑 到玄铁重剑 再到木剑 最后无剑胜勇剑 兵器得一步步反扑归真 反映的正是 余代剑魔人生的心路历程 不知一物只因为名大于性 正本溯源才能照见真我 宝刀的威力来源于人 而人的潜能来源于心 刀法的最高境界 正是心理修行的最终归宿 1259年第三次画山论剑结束 杨过与小龙女归影江湖 1267年杨顶天出世 杨过41岁 1273年襄阳沦陷 以天屠龙计划正式启动 郭破鲁战死 屠龙刀被杨过得到 襄阳被屠城 武林人士死伤惨重 1279年宋朝灭亡 援朝征战年金 累计屠杀汉人 金人6300万 江湖人士被屠戮殆尽 中原江湖受到有史以来 最沉重的打击 杨过开始策划明教计划 1283年 16岁杨顶天进入明教 童年为了保障明教的生存 杨过联系了郭湘和贺祖道 让他们二人分别建立 峨眉和昆仑 掩人耳目 隐藏事实 只留下门派宗旨 光复汉事 童年峨眉昆仑建立 广招弟子 1285年张三丰下山 在闯荡江湖20年 杨过与其交流 商量创建门派事 张三丰在江湖魔炼闯荡之后 回归武当山 1305年 武当派建立 1310年 孤星去世 遗言中提到了九阴真经 为争强好胜的后人留下念想 免得他们太过轻易 放弃了守护乙天剑的职责 童年丰灵师太 继承掌门 1311年 44岁杨顶天 继承明教教主之位 明教崛起 1315年 杨过寻找成英 并托付让其弟子杨潮入室 帮助杨顶天 还让他的古墓派学习嘴护博 随后几年间 紫山龙网 鸡毛诗网 轻易服望 光明诱使 陆续勇教 1324年 杨顶天击败三度 准备联合武林进行公园大业 1326年 风陵师太去世 灭绝阶队 掌门人之位 杨潮孤红子结院 以天剑救师 同年 杨潮在此战斗中 尸首杀死昆仑派掌门白禄子 昆仑鹅美结院 1327年 杨顶天暴毙 公园大业在此耽搁 明教大乱 杨潮太过年轻 无法压制明教众人 明教四分五裂 杨过只能命杨潮留守明教 以求东山再起 另一个弟子成坤神秘修失 杨过只能另说黄山女 另做打算 同年泛游潜入援朝 大弹消息 并四季抢夺一天剑 1329年 紫山龙网 金毛诗网 白眉英网 光明诱使 先后出造 明教四分五裂 在缺乏有力领导者的嫌疾下 杨过也无力回天 1335年 邦胡起 持续一年之久 吸引了元朝大部分事件 1336年 古人年龄是许岁 张三丰 1247年出生 90大昼 周岁便是89岁 实际上是1336年 同年 杨过果断命古墓派 抛出土龙刀 引起武林震荡 一方面乱世玄奇英雄 另一方面扰乱援军视线 却不曾想土龙刀 被谢逊夺去 逃至冰火岛 以天土龙记 正式开始 1357年 六大门派 围攻光明顶 杨过暗中观察全过程 并选择张无忌 作为民教的未来领袖 1359年 周芷若现身图事大会 却没有按照郭湘一言 将武墓遗书交出 杨过再次命 和善女出世 夺取武墓遗书 交由张武记处置 同年杨过去世 命有黄山女传下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的传言 1368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 北伐后 元朝正式灭亡 同年朱元璋开始进明教 1372年 杨夕去世 明教内部中全独立 改组为日月神教 明教计划正式结束 上期大家提了很多疑问 阿浪就一些产生的疑问 先进行解答 一 各大门派之间有联系 为何名教却被称为魔教 各大门派建立出奇 门派无法直接联盟 只能以反人的民族主义宗旨为号召 但随着郭湘 吴瑟 亲领子等老一代 送手移民的先后歧视 各门派新的领导人 对于汉族政权曾经的荣光 已经既模糊 而在原帝国的统治日益巩固之际 赶走外来侵略者的希望 也日益渺茫 这些变化 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 集中在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方面 于是一个新的既得利益端形成 这个集团与另一批不妥协 积极的反员分子 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这些反员分子大多是名教徒 因为只有名教 此时仍然在坚持 进行实际的反员暴动 所以在利益冲突下 名教便被称为魔教 二 为什么说张三丰郭湘是杨过剑 以开宗立派 从杨鼎天担任名教教主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 他挑战了整个中原 但是并没有对鹅梅 昆仑 武当动手 着重打压的是少林 另外 何太冲给张三丰诸授水 是张三丰亲自迎接 并拱手行李 因为他知道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才会对昆仑如此礼遇 三 鹅梅派昆仑派 不是与名教视同水混吗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 在杨鼎天时代 鹅梅与名教之间并无仇恨 鹅梅派弟子静玄 曾对周主要说过 鹅梅和名教解约是因为郭红子被杨修弃死 以天剑因杨孝而丢失 季晓福因杨孝而死 而在风铃和郭湘时代 并未与名筹解约 昆仑派是因为杨修失手误杀了昆仑掌门白鹿子 才导致昆仑与名教解约 四 杨鼎天和杨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连载版中明确记载是杨顾的弟子 有无血缘关系 并不知道 5.杨肖去古古墓派为什么不认识黄山女 杨肖与杨过有联系这点 也可以从杨肖对以天剑不屑一顾看出 古墓派中最起码还有两柄不亚于以天剑的神秘利器 一柄是独孤求败所用的青铜利剑 另一柄就是独孤求败独法驾驭的紫微软剑 而小龙女教授杨肖作为护博时 肯定已曾展示过这两柄利剑 关于有人说杨肖和黄山女并不认识一世 张无忌成为明教教主时 杨肖已经56岁 而他16岁就出任明教光明左时 黄山女出生时看起来才26,7岁 他出生时杨肖已经入任明教 6.为什么郭湘不传下峨眉明教联盟秘密 因为不需要也不能 联盟的存在是最隐秘的消息 不能散播 同时只需要在门派创立之处留下宗旨 推翻援朝统治就可以达到目的 7.杨肖为什么是承拥的土地 阿朗之前有过据述 请点击卡片查看 8.杨肖到底活了多大 杨肖什么时候去世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从丐帮找到古墨派 黄山女拿着打狗棒进入古墨派辨认 可以得知杨肖此时依然在世 除了他没有人亲手接触过打狗棒 何谈辨认也说呢 9.唯一肖为什么说是古墨派弟子 在倚天同容界中 张无忌对一伟一肖轻功的评价是 在听除狼五之间 如此去退若神 当真天下 只此一人而已 而找遍天龙八部 射当英雄传 神雕侠侣三本书中 这样的描述 尤其只有一色 那就是小龙女对战金龙果实 原文描述道 她一生在牧师中练功 于仗许方圆之内 当真去退若神 去退若神这个词语 在四本书中只用了两色 当然这并不能作为断断的依据 但并不妨碍读者联想 连载版是金龙的最初构想 我们可以推测 在最初的构想中 依然有着杨过的影子 但新修版是金龙思考过后 修改的产卧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杨破天更名杨顶天 成坤与杨顶天不是使用地 这个修改改变了杨顶天 是杨过传人的猜想 也让杨过的影子彻底消失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改动 阿朗今天就这个计划 大胆猜测一下 一 修改各人物与杨过之间的联系 消除杨过的影响 避免倚天屠龙记 被当作神雕后传 从连载版的杨破天 《黄山女》我们可以得知 在金龙最初构想中 杨过传人这一项必不可少 但这也给了读者 神雕后传的感觉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金庸修改了大多数的关系 只留下黄山女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点 二 与杨过有联系的各个人物 可以独立出来 人物性格更加饱满 同时还能为绅士留白 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 具体有以下几点 杨破天更命杨顶天 去除杨过的影响力 和读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燃像 让杨顶天一代 明教教主的形象更加饱满 而不是父辈的影响力 成坤在连载版作为杨过的徒弟 但是武功过于阴损 有损杨过形象 所以三连版中将它独立出来 不再是杨顶天的师弟 也让它这个大阴谋家的形象 更加明显 三 最重要的一点 这些事情大部分独立之后 有着更好的情节和效果 除了部分留白无法解释之外 很多东西都可以更加饱满 三连版为我们留下的疑问有很多 灭绝为什么不第一时间 抢回一天间 屠龙刀之前在谁手中 为何从不显示 黄山女为什么要插手 以天屠龙内容 而这些都是阿朗这个脑洞 所要解释的问题 正如金庸所说 中国读者读小说的理念 便是要写得清清楚楚 最终杨过与黄人的百年大计 在明教身上终于有了圆满结局 可是当初同心协力 布下这偷天大绝对行人 已经接连实事 百年光阴谈转过 数代人为了光复社稷 无怨无悔努力 不过看着汉人光复合身 他们的在天之灵 想必也会欣慰吧 有一种信念超越了生死 超越了岁月 更超越了人像 记忆寒兴全部查 我以我血 见轩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